一栋又一栋的高楼几乎都在无限期施工中 甚至直接停工摆烂 大陆烂尾楼风暴从六月底爆发之后 停贷漩涡同步越野越烈 我们是2019年年底买到 发现房子开始就是烂尾的话 现在差不多就两年了快 房地产的泡沫化加上大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依旧严峻 连带冲击内需消费力道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景不容乐观 尤其不止内忧得要处理 还有外患要应付 他们国内的金融问题 会造成他们自己本身很大的压力 再加上现在中美的贸易战争 然后他们严格清零 其实对于他们国内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那所以其实大陆他本身在最近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他的压力的确是很大的 在利差阔及避险推升之下 美元指数平创新高 就连人民币也低不住 9月底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扁破了中共死守的7.2关卡 创下2011年有数据后的最低值 也是在岸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自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最低值 一举突破大陆官方在美中贸易战坚守的价位 也起了带头贬值效应 放眼亚洲货币一片岛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出手吻会 让人民币回到了7.1附近 但美中货币政策分歧 对人民币的压力并没有减轻 分开最新美元指数 落在113.16 其他国家币值从年初至今的蝙蝠以日元最剧烈 一口气掉了26.61% 寒环也有超过20%的落差 英镑跟纽币同样受到剧烈冲击 欧元跟台币也大受波及 至于人民币至今价位7.1533 跟年初比也是负的12.61 毕竟人民币过去它也是比较相对稳定 它不会大幅度的变动 所以今年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货币 都被美元快速拉高的利率 造成的所谓的利差效应 跟热钱效应的一个移动 所以使得亚洲 甚至全球主要的新市场货币 都大幅度的贬值 它有点像是一个螺旋式的循环 也就是说因为要压通膨 所以要更强的利率政策 因为更强的利率政策 所以货币就会美元更深 而美元指数更强 那就其他的货币更贬 为了抗衡联准会的升息战车 多数国家选择与联准会同步升息 但偏偏国家的经济健康 不及美国货币政策逐步失去自主性 进一步让经济再受到更大冲击 而这系列影响对新兴国家而言最为惨烈 因为虽然说人民币的贬值幅度增加 但是新兴市场货币贬值的速度更快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会出现很明显上面的汇差了 那当汇差出现的时候 其实整体的成本上面 还是会整体明显的增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 整体对于新兴市场上面的资金依注也好 那整体的援助也好 都是有一定程度上面的帮助 那现在在中国整体的经济复苏 相对缓和的情况之下 对于新兴市场来讲 就少了一分的助力 那在未来整体风险出现的时候 就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了 眼看中共二十大就要登场 从民生 经济 政治到国际 面对全球性的风暴席卷 中国大陆也处在海啸第一排 体育新闻何佳阳 陈文岳台北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